说起张艺兴在《老九门》当中的表现 很多观众都是竖着大拇指说棒棒的 来听听身边人的反应 在八爷英浩明的眼中 两人之间的合作非常愉快 张艺兴不仅是个彬彬有礼的孩子 而且非常的谦逊 特别乖腿懂事 而在张艺兴的眼中 前辈的敬业精神更值得他学习 在《老九门》播出的正片里 张艺兴饰演的《二月红》 可以说是不苟言笑 但在片场他可是和大伙玩得 最开心的那一个 这边还刚刚在逗佛爷玩 那边就拿着手电筒卖起了萌 当然导演一旦开派 张艺兴还是全力以赴的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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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头 这次拍摄《老九门》是张艺兴第一次参演电视剧 所以在片场他都是格外认真 对待每一场戏都是竭尽全力 这一点八爷硬昊鸣深有感触 前辈你说我这样演是不是好 我说好啊好啊 他说那你能不能帮我这样演呢 我说我想想我看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都会有沟通嘛 可以的话因为都是为了抉择为了戏 那就没有关系 张艺兴和叶昊鸣在《老九门》里是第一次合作 两人作为佛爷的左膀右臂 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责任 叶昊鸣饰演的八爷就包下了 下斗后的大部分台词 根据青络走向看 这个洞穴很有可能是叫做神缺穴 神缺穴 我整整花了两个月去 就观光记 那个剧本里面这些数字 哇太厉害了 我提前三个月都不一定背得下来 在结束了《老九门》的拍摄之后 张艺兴依旧和剧组的各位主演保持着联系 作为第一部参演的电视剧 张艺兴表示学到了很多东西 每一次看到八爷的词都是很长的 但是每一次跟八爷搭戏的时候 他都就是 可以说是倒背如流的那种 可以给他说出来 我觉得这样的 这种敬业精神是值得我学习的 娱乐情天地上海采访报道